所以师父让你们明白 种下难以挽回的恶因 就是因为你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 都在种恶因 你说我怎么得罪他 人经常会讲一句话 我怎么得罪他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罪他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你刚刚没给人家一个笑脸 你刚刚讲话很讨厌 你刚刚讲一句话 你只顾讲这个人 没考虑到边上人听的人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他记住了 你是在暗中讽刺他 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恶因 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就像夫妻两个人吵架 吵了半天 说你为什么今天跟我吵 谁叫你讲这句话的 我什么时候讲了 你讲了 你讲了你还不认识 你讲了你还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讲了 人这种因 都是无知 才种下的 种下了这么多的因 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 恶因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 所以人最大的敌人 师父经常讲的 还是自己啊 改毛病就是战胜自己啊 人很痛苦的 要学会改毛病 战胜自己 你才能战胜人间一切苦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